加州 紐森再次確診新冠 一年內中招兩次 州長紐森在星期三晚上宣布 她最新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 據悉紐森目前的症狀輕微 她將會按照CDC的指引 這段時間在家辦公 並進行自我隔離 其夫人Jennifer Nielsen 目前的檢測結果為陰性 這是Nielsen在一年內 第二次確診新冠 她第一次確診是在2022年5月 她當時的症狀亦屬於輕微 醫生有為她開出新冠病毒藥物Petslevert 而紐森亦有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種 包括兩次加強針在內 紐森原本計劃 星期四早上和司法部部長Rod Bonta 舉行一個重要的發布會 在州長確診後 暫時未知這項重要的發布 將會延期到何時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